一花一世纪,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茶有酒多兄弟,极难何藏见一人 出自曾广贤文 这句俗话说的是 一个人有身份有地位的时候朋友很多 但遭受到危难的时候 却没有人与之交往 虽然这句话真是反映了 人世间的人情冷暖和事态炎凉 特别是对于一些经历过 人生大喜大悲的人来说 感触最深了 在他得意之时 过的是重心捧月般的生活 兵棚故旧相聚一堂 每天把酒言欢 只醉精迷,好不痛快 可是一旦落魄潦倒 就要面临众叛清离 一个个好友形同陌路 没有人伸出援手 甚至还会避而远之 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 有好的就有坏的 有善良的就会有邪恶 有生死相交 就有人走茶凉 不能一概而论 一点待面一片概全 俗语只是概括出人世间的人际交往 常规人性多数的一面 目的是仅是世人 出现有茶有酒多兄弟 患难何曾见一人这种情况也很正常 但要注意分析 为什么呢 古人同样给出了分析 以金相交 金号则旺 一利相交 利尽则散 以氏相交 氏去则清 以权相交 权尸则弃 以情相交 情事商人 为心相交 尽行致远 春秋战国时代 齐国有一个门口叫做冯轩 他与他的主人填文的故事 无疑是个完美的友谊典故 足可以给到有茶有酒兄弟多 积难何曾见一人 一个比较理性的全面的正面解说 一 感激世之言 田文 齐国相国 齐王听信谗言 罢免了田文宰相一旨 于是乎 手下的门客下属 纷纷离他而去 只有门客逢轩流了下来 并且游说齐国 秦国 使齐国又恢复了田文的宰相职位 田文回到了京城时 冯轩迎接 田文一向都喜欢宾客 接待他们不敢有任何失礼之处 宾客多的时候有三千多人 可是 现在仅仅只有一个门客迎接他归来 田文见到冯元感慨万千 对冯元说道 现在感谢先生让我恢复职位 那些离开的人 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呢 如果让我见到他们 我一定唾他们的脸 狠狠地骂他们 冯轩听到田文的怨言 立刻下马 拜礼后 说道 生命都有结束的时候 这是自然规律 富贵的人多宾客 贫贱的人少朋友 这也是规律 事物本来就是这样的 您难道没有见过感激的人吗 天刚亮 人们就侧着肩膀 争着去市里面挤去 等到日落天黑 路过集市的人 甩着手臂惊走 连头也不回 不是人们都喜欢早晨 而厌恶傍晚 而是他们所期待的东西 已经不在市集里了 如今你重新获得了官位 不必怨恨他们 更不可断了大家 继续投奔你的念想 希望你还像过去那样 对待宾客 这话说的合情合理 比喻也很贴切 田文思想包袱 一下子就卸掉了 下马还礼 表示愿意听取 冯轩的肺腑之言 有茶有酒多兄弟 没有了呢 那就没有兄弟了 失去官位 权钱力士都没有了 还谈什么琴 心呢 好在还有一位门客冯轩 这里可能用门客称呼 已经不妥当了 而应该羡慕他们两人的情谊之交 心灵相交 二 三难田文 决心跟随 冯轩听说 田文号宾客 故意穿着草鞋去见他 见面后 冯轩直入主题 听说大人喜欢 仰视号宾客 我很贫穷 归附您 某口饭吃 田文爽快答应 并安排冯轩 住进了田府 好事 民不虚传 田文过了几天就问下属 冯轩的情况如何 管家告诉田文 冯先生太穷了 只有一把剑 还是用草绳缠着剑霸 他经常弹着剑唱道 长剑啊 咱们回家吧 吃饭没有余 田文呢 就让管家把冯轩 换到了中等客房去住 有饭有余了 第二次为难是几天过后 田文又来关心宾客的状况 问到了冯轩 管家说 冯先生还是弹剑唱歌 长剑啊 我们回家吧 出门都没有车 田文呢 就吩咐管家 给冯轩安排到上等客房去住 出门 有车坐了 又过了几天 田文又来问宾客的生活状况 第三次被冯轩为难 管家告诉田文 那个冯先生 还是弹剑唱歌 说长剑啊 我们回家吧 没钱养家呀 田文就问冯轩 得知家中还有位母亲 也就没说什么 便离开了 出来后 田文安排人 给冯轩的母亲 送去了食物和钱财 冯轩后来的出场 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才感 这三次 或许是冯轩对主人田文的测试 值不值得跟随 值不值得交往吧 反正 实书记载 冯轩一直跟随在田文的身边 直到田文去世 三 患难中不离不弃 令人羡慕 田文杨氏三千 吃喝开销较大 渐渐的入不敷出 捉襟见肘 田文在自己的封地 薛义放有贷款 可是多次去收利息 没有效果 就请冯轩去收 冯轩赶到薛义 召集了欠款的人 收取了利息十万钱 他就动用利息款 买酒买肉大万宴席 把欠款的人全都叫来 带上欠款单 参加宴席 大家吃酒喝肉的时候 冯轩就一一核对 欠账人及数目 对那些不能偿还利息的 冯轩仔细核对后 就烧掉了欠款单 然后对大家宣布 田大人之所以向大家贷款 就是让没有产业的人 可以从事生产 之所以向大家收取利息 是因为府上要供养 宾客人才 如今富裕的约定好 还款日期 贫穷无力还债的 就烧掉欠款单 作废了 我们能有这样的薛义主人 是我们的幸福呀 听完 大家都觉得田文重情重义 债没收回来 还烧掉了欠款单 这是大事情呀 田文对冯轩的很是恼火 冯轩耐心地向田文解释说 富裕的已经约定好了 还款日期 贫穷的 就是坐在那里 他也没钱可以还给您啊 说不定还会用逃亡来赖赵 如果采用强力收取 让您落一个贪财好力 不同情弱者的坏名声 烧掉那些没用的空头借据 让薛义的民众亲近您 而张扬您的好名声啊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说呀 听完冯轩直言 田文佩服得五体头顶 两个人的心走得更近了 这后来的故事就多了 田文被霸向 冯轩凭一己之力游说秦国 齐国国君 使得田文官复原职 后来又劝说田文退出官场 在诸侯中保持中立 直到去世 田文去世后 被封为孟长君 冯轩一直相伴到田文去世 而后就隐居乡野 交书为乐 有茶有酒多兄弟 急难何曾见义人 这句俗语告诉我们两个道理 第一在交朋友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选择 要选择那些真诚 不贪图任何利益的朋友 这样的人才值得深交 也能走得更长远 第二 大部分的情况下 人都是要靠自己的 平时和你称兄道弟的酒肉朋友 在危难的时候 基本上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这道理对不对呢 其实说对也不全对 说是也不全是 如果酒肉相交 危难之时不见人来帮 那是必然的 如果情义相交 我想急难之时至少 还会像冯轩一样的人来相助 人际交往 待人处事是双向的 是相互的 一味地要求他人患难之交 我们自己能否 那样去想去做了呢 有时付出一点点 就想要得到知心朋友 是你想多了 相互付出 相互欣赏 相互尊重 没有酒和茶 我们仍然是好兄弟 冯轩 田文 不就是吗 聪明的人 往往懂得以下四种 为人处事的智慧 一 相互信任 信任是人与人相处的根本 信任是心与心沟通的前提 信任是情与情 长久的保障 没有了信任 再深的感情也会淡去 再好的关系也会疏远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年轻人被判死刑 他在临死前 想再见母亲一面 于是他的好友替他坐牢 让他回家看母亲 众人都认为他傻 如果那个年轻人跑掉 那么死的必然就是他了 在行刑之日 当众人都以为 那个年轻人溜之大吉时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回来受刑了 此事传到皇帝的耳朵里 皇帝被他们之间的情义感动 最后赦免了这个年轻人 相互信任的人 只有将心比心 方能交付真心 信任的建立不是靠财富 不是靠权势 不是靠强迫 而是靠着两颗同样坦诚的心 信任的拥有 不是凭嘴说 不是凭承诺 而是凭着两个相互珍惜的人 只有信任 才能让感情稳定 感情只有彼此信任 才能更浓 并激发出更多可能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你信任我 我也会信任你 于敏洪刚创立新东方 急需大批人才 保驾护航 这时候 他想到了自己以前的同学 特意跑到美国 请他们帮忙 没想到同学们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有钱的出钱 有利的出力 他们坦言道 就凭着大学时期 你为我们打了四年水 扫了四年地 我们必无条件信任你 原来在北大念书的时候 他每天都会自发打扫宿舍卫生 主动帮同学们打水打饭 毫无怨言 信任是情与情的维系 你把我当回事 我也把你当回事 信任难得 贵在两心 那些信任你的人 都是和你相处多年的人 都是对你推心致富的人 千万不要欺骗伤害他们 毕竟信任你的人 本就不多 二宽容待人 之前听过一个做饰品的朋友 跟我说过 珍珠是如何养成的 当沙子进入棒壳内时 棒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但是又无力把沙子吐出来 这时棒就会面临两个选择 一是抱怨 让自己的日子很不好过 另一个是想办法容纳这粒沙子 把它同化 使彼此能和平共处 于是棒就开始用他的精力和营养 分了一部分 将沙子包裹了起来 沙子渐渐变得圆滑 时间长了 棒就把圆滑了的沙子当做了自己 越来越能心平气和地 与沙子相处 慢慢地 一颗珍珠就诞生了 朋友说 若棒容不下一粒沙子 不断地排挤它 那么棒很可能因为这颗沙子而死 沙子也会因为困在棒里 无法出去 棒如此 人又何尝不是呢 人生苦短 我们不应该为太多不必要的事 而一直纠缠 盲目较劲 心窄了只会伤人 又不利己 真正的聪明人 总会用宽容的宝剑 砍断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 用宏达的气魄 感受相逢一笑 免愁的快乐 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 有一个人最近老觉得自己很倒霉 做什么事情都不顺意 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 常常和别人起争执 闹矛盾 他很想改变现状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越想越烦躁 就在他急于寻求解决方法时 六岁的儿子跑过来捣乱 打扰了他的思考 于是他不耐烦地 把一本杂志的世界地图撕碎递给儿子 说来我们做一个有趣的拼图游戏 你回到自己的房间 把这张世界地图拼完整了 就过来找我 儿子出去后 他得意地说道 这下终于清静了 谁知没过多久 儿子又来敲门 说地图已经拼好了 他感到很意外 急忙到儿子的房间看个究竟 果然 那张被撕碎的世界地图已经拼好 完完整整地摆在地板上 他吃惊地看着儿子 不解地问 你是怎么拼得如此迅速的 儿子说是这样的 这张地图的背面有一个人头像 人对了 世界自然就对了 他摸了摸儿子的头 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 人对了 世界就对了 我怎么就没有想过呢 从此 他放下了许多杂念 把心放宽 心态对了后 他渐渐变得明朗且积极 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做人没必要太在意意识的德语师 悲与乐 只要待人宽厚 心存善意 生活就会越来越如你所愿 当你懂得了宽容 就会发现 无论走到哪里 前路永远宽敞 好运依然常在 有一句话这样说 处事让一步为高 退步及进步的预演 待人宽一分是福 利人实利己的根基 越是睿智的人 越会胸怀宽广 大度能容 因为他们动名逝世 恋达人情 往往想得开 放得下 看得深 明白宽容别人 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有位心理学家曾言 人类要开拓健康之坦途 首先要学会宽容 一个人的心 如同一个容器 宽容占的位置大 仇恨就会被排挤出去 用宽容来充满内心 用豁达来滋润胸怀 人生中的许多苦恼 自然就没有容身之处了 人生路上 宽容是一种 无坚不摧的力量 它能让阴霾的日子里 充满阳光 也能让冰雪寒天的日子 充满温暖 正所谓 路宽不如心宽 命好不如心好 眼宽能容世 心宽能容人 保持好心态 人生的格局 就会越来越宽广 生活也会处处 充满爱和阳光 三 换位思考 彼此尊重 克鲁炮特金 在互助论里说 只有互助性强的生物群 才能生存 对人类而言 换位思考是互助的前提 到处都是聪明人的生活里 同理心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或许站在上帝的视角 像品德大师一样 审视一个人实在太难了 但如果能站在他人的视角 学会欣赏 帮助 感知他人的痛苦 才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 世界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 在一次巡回表演中 认识了一个 对他仰慕已久的观众 两人相谈甚欢 很快成为好朋友 这位观众便邀请卓别林 到家中做客 这个朋友是个棒球迷 他在卓别林参观 自己的棒球收藏室 向他介绍各种各样的棒球藏品 面对心高采烈 滔滔不绝的朋友 卓别林一言不发 认真倾听 回家之后 卓别林更是找到一位棒球明星 请他给这位朋友的棒球帽签名 卓别林天性习近 对棒球运动并不热衷 所以身边的人感觉很奇怪 卓别林说 虽然我不喜欢棒球运动 但是我的朋友喜欢 尊重别人的爱好 别人才能感到自己被接纳 被理解 这是友谊的基础 朋友知道后深受感动 两人的情意维持了一生 卓别林去世之后 这个朋友说起往事依然感慨不已 人心都是肉掌的 尊重都是相互的 你尊重别人 别人自然也会尊重你 你为别人修桥 别人也会为你铺路 相互尊重 相互帮助 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一个懂得尊重别人的人 会在人生路上走得更为顺畅 懂得换位思考 愿意真正地去考虑对方的感受 才能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爱出者爱返 扶王者扶来 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 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才能获得彼此的理解 四 懂得感恩 古人云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著名画家齐白石 有一幅画作名叫雪中送探图 其背后的故事让人津津乐道 早年时期的齐白石刚到北京 其画作被人们认为太俗 根本卖不出去 导致饥寒交迫 风餐露宿 一次在机缘巧合下 他结识了当时赫赫有名的梅兰芳 虽只是一面之缘 梅兰芳却对他十分欣赏 有一次 齐白石去参加一位名人的寿宴 来往的名流很多 却没有人注意到齐白石 让他十分尴尬 直到梅兰芳到来 他刚进门就发现了齐白石的身影 并且迎上去 将齐白石介绍给大家 在梅兰芳的帮助下 齐白石的画作越来越出名 名气也是越来越大 但成名后的齐白石 丝毫没有忘却梅兰芳的恩情 专门画了一幅雪中送汉图 送给梅兰芳 以表达他在自己困难时的出手相助 梅兰芳想学习画草虫 齐白石也是欣然答应 并且细心传授毕生所学的知识 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才会既人好望人过 才会受人助得人心 为自己积攒人脉 为成功创造机遇 别总是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 这个世间上 带你好的都是千年 难得一遇 好好珍惜吧 把这份好一直藏在心中 在别人需要的时候 我们也要伸出援手 就像当初别人带我们一样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再见